欢迎收看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分析师 欢迎您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47点 昨天上涨30几点 那台北股市指数上来论的话 稍微做一些反弹 但是政均很少来讲大盘 是因为我觉得指数 大概知道在哪个位阶 哪个位阶 其实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也不要太去强求 就是说你要知道 这个点会不会破 或者是说这边会不会过 我觉得比较 比较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要去猜说 这边会不会跌破 那这边会不会突破 这边突破了那又怎么样 那这边跌破了那又怎么样 那这边破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操作股票吗 那其实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这一波跌下来 这一波就是因为这一波这样跌下来 所以造就了很多很多很棒的股票 才有让你去什么 去让你去逢第一买进 投资朋友 那你会问政均说 外资一直卖不停 会卖到什么时候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它会卖到什么时候 但我只知道就是说 我们推荐的股票 我们推荐的股票 比大盘强 比大盘强 我们推荐的股票比大盘强吧 这应该看得出来吧 再看一次 这台北股市 这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就是台北股市 那我们推荐的股票 一定要比大盘强 比大盘强 今天收得还不错 今天又收上去 收到最后还翻红 投资朋友 收到最后翻上去 翻上去 这样还不错吧 还不错 还不错 收得还蛮漂亮的 6290的两尾 还不错吧 还不错吧 还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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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我们要的是比大盘强 我们要的股票 是比大盘要强 这叫大盘 这叫台北股市 这叫台北股市 你就当作 就是一个指数的参考 那重点是 你的股票 有没有比大盘强 有没有比大盘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那7月份 来再复习一遍好了 虽然 每天听我讲 一样的内容 7月份 7月份我锁定的是投信 所以才有这一波 而且我们一直做这一波 后面就跟我没有关系 这边到后面 这边就跟证据没有关系 因为我只要的是这一段 我要的是这一段 6230的操纵 有没有 我要的就是这一段 这个后面跟我也没关系 不好意思 这边后面有没有 这边后面什么再上去 这边后面再上去 跟我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从这边 从这边到这边 我们是在操作心向 我问你们懂我的意思 老师 那你怎么没有一波做到底 不好意思 这边到这边没有多少 投资朋友 这样没有多 这样才十几%而已 投资朋友 你不要以为这样涨很多 这样涨不多 那我们只要赚什么 赚什么 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最好赚的那一段 你先放口袋 那你就有钱了 你到七月中 你就开始有机会来布局 你就有机会来布局 这一百块比较好赚 这一百块比较好赚 不是吗 4968 立即 一样 一样的概念 老师 你怎么没有报到现在 抱歉 这么久 我怎么可能从这边 报到这边 我们怎么可能 从这边 报到这边 你只要赚那一段 最好赚的那一段 投资朋友 要记下来 要记下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刚刚从 政均 从刚刚讲的股票 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现象 我推荐的都是 什么样的股票 我推荐都是趋势向上的 而且我有教你方法技巧 三线同步纠结向上 五日均量突破 月均量的第一天 这叫多方排列 三条线都多方排列 同步向上 所以我挑的是 多方排列向上的股票 这个是微软 我们来看一下操纵 有没有多方排列 一模一样 投资朋友 三线同步纠结向上 五日均量突破 月均量的第一天 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都是挑 这种类型的股票 我都是挑多方排列 投资朋友 那四九六八立即 就不用讨论吧 这绝对是 这绝对是超级大多方吧 投资朋友 这不需要讨论吧 这我就没有必须要跟你讨论了吧 这边 这边也有三线同步纠结向上 是不是 我是不是都用同样的方法技巧 是啊 我都用同样的方法技巧 如政均之前 节目上给你讲的 你只要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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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赚得到 那你不要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50% 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真的是涨50% 那为什么我会出在这边 因为叫纪律 这一根 这一根跌破的时候 是政均卖出 那我们在哪边买的 我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政均都交代很清楚 我们是从五月份 五月份锁定 到六月份 有没有 你有没有印象 政均都在讲这档股票 你有没有印象 但是为什么要卖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在这种位置买 在这种位置买进 因为看好 看好暑假 暑假 暑假的旺季 所以五月跟六月要布局什么 布局七月跟八月的行情 七月跟八月的行情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还是有做一个卖出 因为这个叫纪律 因为政均不知道说 这个点破了 它到底会破到哪边去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 投资朋友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操作 就是说我是用纪律操作 什么叫纪律 这个叫纪律 三线同步纠结向上 五日均量突破月均量的第一天 这个叫纪律操作 那目前连五日均都没有破啊 都没有破嘛 对不对 没有破啊 没有破啊 投资朋友 那我刚刚强调就是说 你要去锁定是一些多方排列的股票 那最近来说明一下 因为投资朋友每个人的看法角度也不一样 有人问我说 怎么不买亚斯康 抱歉啊 这怎么买啊 这怎么买啊 这我 这我也看不太懂 有没有人看得懂 可以跟我讲这怎么看啊 有没有 有没有先进朋友可以告诉我怎么看啊 你刚刚看是只有这一段呢 你这样看就是 这个叫跌深 跌深可以抢吗 我不知道 那你这样看呢 你这样子看呢 你这样子看呢 怎么好像有跌很 跌更深 那这样子看呢 哇靠 跌更深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到底他什么时候会谈 他每次谈你都 你都在等啊 谈你也在等 谈你也在等 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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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时候要谈 到什么时候谈到那位置 同志朋友 这个叫趋势是向下的 就像很多人很喜欢什么 去找这种 很低很低 超级低 这个位置也很低耶 你信不信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说这个位置很低 遮起来都很低 遮起来你不知道后面有怎么看啊 当然很低啊 这边很不很低 我跟你讲这边也很低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痛把他遮起来 后面把他遮起来 嗯跌得好深 对不对 跌到这边呢 嗯跌好深 我把他遮起来你都觉得很低啊 我遮起来你当然觉得低啊 你这边也觉得很低啊 再灌下去呢 好像很低 投资朋友 所以我 我建议投资朋友 你们不要去买 空方排列的股票 空方排列的 那操作股票其实很简单啊 你顺向操作嘛 顺向操作啊 那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想法 你就顺着方向去前进去操作 那当没有碰到任何的一些可能就是没有出现任何的败笔 你可以设定像十字线 五字线 你做很短 你用五字线嘛 那你做稍微比较 你稍微要看比较 比较客观一点 你可以用十字线 那你如果说 我可以稍微做一个比较 区间波段 那麻烦你就用月线操作 因为月线是什么 是多空的分水岭嘛 那你不要用季线 那季线太远了啦 那季线已经不想要扯到哪边去了 那个季线它本身有没有 它本身有乖离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的时候不是涨很多 不然就是跌很深 所以郑君是建议 就是用三条线 所以我跟你讲的三线纠结 我只有跟你讲三线纠结 就是五日线跟十日线跟月线 我没有跟你讲季线 这样懂吗 我都是纪律操作 那为什么我这么纪律操作 我今天在他台也在讲 郑君为什么这么纪律 为什么这么纪律操作 事实上是郑君的一个好朋友 台南的好朋友 他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一个指导老师 他跟我很好 非常好 他大概知道郑君的一个个性 因为所有的股票啊 郑君一定是轻力轻微 我原则上就是之前 之前我还是会听嘛 听一些资讯啊 听很多资讯 听啊 听说 听说国具会到2500 听说国具的EPS 今年上看150块 你们有没有印象 去年 去年最风最热就是被动元件的国具啊 你们都忘记了吗 你们都忘记了吗 不是很多分析师跟人们预估EPS 哇 一个月赚10块 赚15块 对 所以明年108年 EPS上看哪边 上看120到150块的EPS 那EPS再去乘上本益比 那当然就是看2000啊 看2500为什么 不这么讲你不会兴奋啊 不这么讲你不会兴奋 就像你现在看到 很多人同时在推荐某一支股票 100涨到230 就开始给你看400块 为什么 有喊嘛 用力的喊啊 不喊你怎么会捧场呢 投资朋友 但是事后如果人去楼空 剩下你还是坐在那个独楼里面 哇 那就惨了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所以为什么政军啊 政军都是眼见为凭 这是我们的指导 我的指导老师 我的好朋友 他送给我四个字 哪四个字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所以在操作股票 这个环节 因为我肩上扛着很多 很多我好朋友 我的会员好朋友 我的会员好朋友 是相信政军才来找我 所以我肩上扛很多人的责任 我绝对没有办法 去跟他们用一句话 就是说 我听别人讲的啦 不好意思啦 那跌听班 我听别人讲的 这句话我说不出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听别人乱讲 所以我眼见为凭 我这个人就是眼见为凭 你不要跟我大胆预估说 他明年会多好多好多好 那是明年的事情 我看的都是当下 是食物者为俊杰 一定是看当下 没有人看到明年去的 投资朋友 你只要看到那个报纸 那个报纸跟你写说 未来三年 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的什么大好大光景 你小心一点啦 投资朋友 写这种话都是有问题的 写这种话都有问题 因为我已经讲N百次了 现在的通讯软体这么的发达 怎么可能看到未来的十年 未来的五年的光景 未来的三年 产能满载 去年死最多人 最多那一票就是被动元件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连陈泰明先生 陈泰明董事长 三年之内产能满载 订单满载 对订单满载 这我也讲过了 他讲完没多久 他的前妻申报转让 一万张 超过一万张 自己看好 然后自己前妻申报转让 一万张 这什么世界 这什么世界 所以我有时候讲到我会生气 因为投资朋友喜欢听 听这种编织很好的美梦 但是你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什么 选股的逻辑 或者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方式 当然或许你也听郑云讲过了 我说你学再多都没有用 为什么我讲这一句话 真的你学再多都没有用 因为你不是这个从业人员 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员 你不是证券人 你学这么多没有用 你不需要当一个什么 专业的投资人 请问你当了多久的专业投资人 你当了很久 那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赚了多少 不要跟我比专业 这个市场上 或许有时候你认为证券人 我觉得你也蛮专业 蛮pro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比有更强的比比皆是 但是强不一定会赚钱 投资朋友 强不一定会赚钱 你们要认清 强不一定会赚钱 很多人买的位置很漂亮 但是很多人不会卖股票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很多人很会追股票 但是不会停损 没有用啊 没有用啊 你适当的时间 你就要做适当的动作 就容证军跟你分析的嘛 我七月份我看好都是投信的 我七月看好都是投信的 我讲过嘛 对不对 那我八月份呢 我八月份锁定的 刚好又相反 我八月份锁定都是外资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我没有用固定的方式去选股 为什么 因为市场在变动 市场在变动 就容证军现在跟你分析的啊 我说近期的外资 已经卖了1400亿 卖了1500亿 从八月份以来 八月份以来 他已经卖超卖了1400亿 现在谁手边钱比较多 现在外资手边 钱会比投信还要多 那投信已经买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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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到最后 他还是要做一个动作 万般的拉台就是要出 他说你要 你要懂哦 你要懂这些逻辑哦 所以你不要就是用固定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们不要去学这些东西 因为学这些东西 你学不完啊 那你学那你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快 而且你很喜欢去听别人 听别人给你的news 听啊 听啊 你听了那么多 可是你没有赚到钱 所以郑君才会刚刚送你那四个字 也是郑君现在做的名 叫相信自己 也相信你自己 正在收看谁的节目 你在收看谁的节目 你在收看郑君的节目 那你就相信郑君 因为你来找我只有一个目的嘛 你来找我希望赚钱 那你要赚钱是实际上的赚钱 实际上赚钱 还是看你的老师表演赚钱 差很多 那什么叫实际上赚钱 实际上赚钱要有这个东西 这是梁维 梁维的预告图 梁维 那创新高 那我就不用来跟你秀 我不用跟你秀 说你看他多厉害 不需要 这是华泰创新高的图 那还没有创新高 我不知道问过你几遍了 我都问你说 他会不会创新高 所以他创新高 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是哪一个图 这细创的图 细创创新高 创新高一定有这个叫预告性的 预告性的内容 还没有涨的内容 还没有涨 那你有看到这个吧 有 有啦 好 这个是星象 星象 100块 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叫 眼见为凭 为什么300块 到310块的星象 郑君还是敢推荐 还是敢在这个节目当中 推荐了三次 我在节目上推荐三次 公开推荐哦 没有遮没有盖哦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的内容 是你不知道的 请问你那时候当下 当下你知道他六月单月 跳多少EPS吗 当下 当下跳两块 两块半左右嘛 那七月的你知道吗 七月你一定不知道吗 那如果你知道 六月就两块多 七月又三块半 七月跟八月暑假 对不对 平常没事做 就已经在滑 不知道滑往哪边去了 有没有 除了睡觉跟吃饭 都在滑嘛 手游滑一下 玩个游戏啊 不滑不滑怎么行呢 对不对 一定要滑的嘛 这流行的东西 怎么可以不滑 所以 所以你都懂这些 那我相信 曾经刚刚讲的嘛 但是曾经绝对不会用 所谓的就是说 我看到现在七月份嘛 比方七月的星象是三块半嘛 那我不会去跟你大胆就预估说 哦那这样子2020不得了哦 三块半 乘上12个月 哦哦 明年EPS 四十块 我不干这种事情了 我不会给你大胆预估 我只看当下 我一直赚当下财 什么叫当下财 现在什么最好赚 就买什么股票 现在当季 现在什么水果最好吃 我就吃什么水果 就这么简单 那你不要想的太复杂 懂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说我这边的内容啊 你都 你都有看得到啊 我微软 我讲微软 那请问我 我们在起账前 先跟你做分享 我一定都有跟你分享啊 那我常常跟你讲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要赢啊 这档是油田啊 油田创新高的图 我上面写了八个字 领先资讯 就会大赚 领先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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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油田 油田 油田 油田在还没有出来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领先 那你会赚的比较多 当然我没有 我不是说报纸出来 然后他就怎么了 不是 你也不要误会正军的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要赚的比别人多 那你就要领先资讯 当然你可以看到报纸再去买 没有问题 只是你会赚的比较少 或者是说有时候你呢 买到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你自己当然就会比较不舒服嘛 不是吗 所以正军为什么可以领先市场的资讯 你知道吗 你应该不会知道 这个市场比的是信用跟诚信 我不会骗各位啦 因为市场有一些资讯 人家为什么会想跟你分享 但是你听到的资讯都是很奇怪 都是相反的资讯 我接收的资讯 还没出来我都会知道 那为什么你或你老师跟你讲的资讯 都在天花板 那个资讯都是相反的资讯 我没有意见 那你要跟谁做正军也没有 也不会强求你 因为我的东西 我说过 我的东西都有预告性的内容嘛 你还记得 我有跟你讲过转单吗 上个礼拜 上礼拜转单股 就这一档股票 你有没有印象 我相信全市场很多人在讲 这档股票啦 全市场啦 全市场很多人在讲 那请问我哪边讲的 我上礼拜有没有讲 我上个礼拜有没有 我就问我上个礼拜有没有 我是公开讲的 投资朋友 我有没有跟你讲 他可以赚7到8块钱 我有没有讲 我有讲 很多东西我都有讲 而且当时我在预告这一档 我在讲详意的时候 来看这张字卡 不好意思 我在讲详意 我有没有跟你讲说 好那你错过 那这是韩国的转单股 哪一档 我现在有扣给你看好不好 我现在可以扣给你看好不好 投资朋友 这你应该很好猜吧 猜到吗 8088 平安 8088 平安 给我全图 谢导播 我说他上半年是去年的两倍 这个呢 这哪 这是当初我在介绍什么 我在介绍两维 一模一样的 那因为我在讲 我在讲群意的时候 我说那是转单股 对不对 那你错过群意 那我们给你就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这个 平安 平安今天表现好不好 没败啊 他随时都快要创新高啦 你应该自己看得懂吧 你应该看得懂吧 这也是外资买很多啊 对不对 那随时随时他都会突破新高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这么强 投资朋友 股票强他一定有原因的 你要你要搞清楚状况 股票强 他背后他有他的故事 那他今天政军 希望你们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百万大作战 那你们去 播电话或留之来 来做这件事情 叫百万大作战 那我们中场稍微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令服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与方向 我是曾忠祕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这是昨天跟各位预告的 连续八季 来连续八季 获利都创新高的 的好股票 今天有上来 那包括上个礼拜 跟各位推荐的 奈米银出风科技 今天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那这个表现的也不错 那你要锁定是新的 锁定新的 这是九月份 这是九月份 政均最新锁定的股票 你要特别留意 那政均还是希望 你来做这件事情 叫做百万大作战 百万大作战 今天麻烦 您还是要做 同样的事情 请你去拨电话 麻烦你去拨电话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